连日好雨不断令人感到不便 但没想到从昨晚雨是停歇 到今天放晴之后 路上却交通事故连连 新北市卢州树林林口地区分传严重车祸 造成二死二伤 昨天下午大雨汤陀台六十五线快速道路板桥出口 前方发生严重车祸酿称二死二伤事故 到了深夜降雨停歇 卢州区仁爱街发生料性女子骑机车撞护栏造成一死 今日天亮之后放晴 清晨六点多处邻居郡堡路口又发生异应 货柜车擦撞机车造成蔡信男骑士当场死亡 接着上午九点多林口区台六十一线西滨公路 再发生六十七岁郑姓男子驾驶小轿车闯红灯左转 导致满载废土泥浆的沙石一饮车刹车不及擦胀后翻覆 四十岁周静司机手部骨折送一共造成两人受伤 短短两天不到共造成四死四伤 放晴之后便占了二死二伤 警方呼吁用路人无论气候状况如何 都要心平气和注意路况才能避免事故发生 切莫害人害己 西滨公路林口路段杀石一饮车翻覆 记者林昭章翻设 分享 卢州区机车自撞护栏生亡 记者林昭章翻设 分享 树林区一饮火柜车撞刺机车歧视 记者林昭章翻设 分享 西滨公路林口路段杀石一饮车翻覆 记者林昭章翻设 分享